作者擁有預知夢的能力 這個預知夢是有浮現具體的日期的 就是在2025年的7月 看到日本與菲律賓中間的海底裂開 導致巨大的海嘯 日本有四分之一被吞沒 他預知2025年7月發生的大海嘯 之後就看見了光輝的未來 23年前有一本被譽為神作的漫畫 被認為是精準預言的日本311大地震 高曾經講過這一本有史以來 語言最神準的漫畫 結果造成很多人就衝去書上平台購買 下單前沒有想到完全是日文版的 買了才知道是日文版 不過是自己沒看清楚也沒辦法 只好邊看邊翻譯了 我其實很佩服看不懂日文也充一波的人 怎麼還沒有台灣出版社翻譯成中文 我也是看到老高才來購買的 就算看不懂日文也沒關係 當作收藏也不錯 為了老高不小心買了這本日文漫畫書 只好純收藏 什麼時候才有中文版的 各位終於在一年之後 大塊文化引進原作 而且全部幫你翻譯成中文化 這部影片就是我受到大塊文化的邀請 要來介紹這一本夢幻一品 現在錄影的時間 中文版還沒印出來 我手頭還沒有 不過出版社為了讓我可以先行研究這個內容 就印製了這個草稿版的給我閱讀 就是我手上這一本 正版授權獨家公開 非常驕傲可以拿到神作 這一次我們會探討這本漫畫的神秘之初 別人講過東西我會簡單帶過 那沒講的部分我則是會加強 我也確實找到老高跟麻蓮姐的資訊 有一些不對稱的地方 也會在這部影片公開說明 還有大部分的Youtuber以及網路農場文章 在探討這部神漫的時候 有一些美麗的誤會 影片中間也會完整的告訴大家 正版授權中文化要在今年的7月1號正式上架 你們在看這部影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可以收藏了 接下來我們會來講神作的誕生經過 它叫做我所看見的未來 當年也有綜藝本引進台灣 那書名是叫我的育之力 作者是榮樹亮 今年68歲是日本神愛穿線人 17歲的時候一元積會下 剛好看到書架有一本漫畫入門的教學 於是就開始畫起了漫畫 不過他不擅長構思劇情 在將近20年的漫畫生涯中只出版了9本書 都是短篇作品在沒有任何成功賣座的靈載作品 創意靈感枯竭下 1997年7月出了最後一本漫畫後就再也不畫了 他在默默無名的狀態下退休 由於榮樹亮是筆名 因此世人沒有人知道他的身份與性別 而最後一本漫畫正是我所看到的未來 裡面其中一個章節談到了 作者擁有預知夢的能力 然後他在封面上就寫了好幾個預言 當時其實賣得很差 所以印刷的數量不多 在市面上非常的稀有 2011年3月11日 地震規模高達9.1的東日本大地震 造成前所未有的災難 不但引發10公尺高的海嘯 跟因此重創福島核電廠導致輻射外洩 遺事者與失蹤者將近11000人 而這本漫畫在沉寂12年後 就因為311大地震 沒想到引起前所未有的關注 原因就在於 他的封面預言其中一個就是寫了 2011年3月大災害 而且漫畫內容唯一談到預知能力的章節 剛好就是畫了夢到海嘯的情形 於是很多研究神秘現象的人 覺得這個作者 會不會真的有預知的能力可以預測未來 有這個能力就等於可以趨吉避凶 於是超多人想要找到這一本絕版漫畫 買來仔細來研究其他的預言有沒有中 但是由於前面所說的因素 書籍超少你想買也買不到 他從乏人問津 搖身一變成傳奇預言漫畫 在拍賣網站上賣價標迫10萬日圓 一般人根本買不起 前面有說到容數量隱退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他是誰 隱姓埋名沉默了22年 即使這本漫畫後來爆紅 他也沒有現身 後來有一名40歲的中年男性 在網路上竟然冒充容數量 持續發表虛假的議員 而且說得頭頭是道 煞有其事 甚至還冒名點替 冒充作家身份接受作家的訪談 擅自跟出版社談恰 說要出版更新的內容 這個消息放出去 全球讀者都引頸期待 結果已經退休20幾年正牌容數量 這才跳出來說 等一下 我真是真的 他本人澄清不太會上網 也不用智慧型手機 更沒有在網路上發表任何的言論 那出版社這下糗了 因為他才跟大家說要重出神作 怎麼辦 容數剛說沒關係 出版社 我們現在就讓這部作品重現 之後他在2021年的10月 跟飛鳥星社發行了這一本最新版本的 我所知道的未來 剛出版短短一個月就賣了30萬冊 不過先前假冒者所作的假預言 已經跟原作者本來的預言混在一起了 導致很多大咖的YouTube頻道也誤用了 在這邊仔細點出哪些是假的預言 他在1995年夢到 2020年的日本會出現未知病毒 在2020年的4月會達到高峰 這是GAY 原書根本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假冒者在網路上寫的 再來就是說 假冒者聲稱2021年的8月 富士山會噴發 當然這個預言你也知道完全落空 因為2021年沒有出事情 雖然原作的確有提到富士山可能會爆發 但是他沒有點出2021年8月這個日期 這個部分也是假的 最後是預言到了歌手尾其風的離世 這些完全是假冒者捏出來的事情 那究竟龍數量到底預言中了什麼? 他又是什麼時候發現自己有預知的能力呢? 這些在2021年的新版 作者都有做出更完整的說明 而且還加碼更新了最新的預言 真正的大災難 即將在2025年降臨 龍數量他沒有任何的靈異體質 卻常常在夢裡看到未來 也就是預知夢 雖然他常被視為偽科學 不過很多神秘事物愛好者 很喜歡研究這個領域 認為預知夢就是在潛意識裡做的時空旅行 見到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會在醒來以後 很快的忘記夢的內容 龍數量跟別人不同 他的夢境都是非常清晰 於是漸漸他就開始養成把夢境記下來的習慣 一開始是沒有系統的潦草記錄 非常認真的記錄夢境是從1985年開始的 你現在看到就是傳說中的夢日記 平常他是放在枕頭旁邊 方便醒來以後立刻記錄 之所以會看起來那麼厚 是因為預知夢只要實現了 作者就會剪貼相關的新聞貼進去 其實很多人都有做預知夢的能力 只是大部分人就像前述所說了 新來以後就忘記了也沒有記下來 有時候你在日常生活中 突然發現這個場景 好像以前就發生過 也就是deja vu 似曾相識的感覺 既視感 龍數量說 這可能就是你曾經夢到過預知夢 可是你忘了 有一次他在1989年8月27號 夢到了一座洞窟 還有一名臉部模糊不清的女性 還有一名臉部模糊不清的女性 做了這個夢以後 在未來的某一天 她突然沒來有的想去 橫濱的N公園散步 結果在公園內的一條道路上 偶然發現跟夢中一模一樣的洞窟 原來那是一座防空洞 她覺得神奇之魚就拍下了洞窟的照片 那麼就在照片洗出來當天 電視的新聞報導竟然爆出說 有一名女性的身體 就是在那座公園的洞窟附近發現 而且離世者的女性穿的衣服 跟她夢中的女孩完全相同 為了保護隱私 榮數量並沒有明說是哪一座公園 可是因為我太好奇了 我就自己去研究 從這個漫畫可以得知是島嶼形狀的公園 我用Google地圖找到 很有可能是橫濱的野島公園 隨著預知夢越來越頻繁的實現 榮數量漸漸也整理出規則 首先她的預知夢有兩種形式 第一,具體可以看到未來發生的景象 第二,只顯示象徵訊息 那麼關於第二點就有很多的解讀空間 有時候連作者都不知道該怎麼解釋 她夢到的那個象徵是什麼意思 只能等待現實生活中真的發生了 那個時候才知道說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再來是時間的規則 如果夢裡面沒有出現明顯的日期 那麼就會以5年的倍數 15年的倍數成真 比如說她在1992年8月31日夢到戴阿娜王妃 5年後1997年8月31日 戴阿娜王妃剛好離世 間隔就是5年 還有在1976年11月夢到 新聞正在報導皇后樂團的主唱 因病離世 1986年11月則是夢到皇后樂團的雕像 但是唯獨缺少了主唱 那麼皇后樂團的主唱 真的就是在1991年11月離世 不過這個時間規則還有例外 在預知夢中 如果夢到具體事件發生的時間 那就會以夢中出現的時間為主 前面說5年15年的規則就不適用了 這類型的夢往往更具象 更神裡其境 最後還有兩個小規則 夢一旦告訴別人就不會成真 這是迷思 該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還有夢到同一個地點不斷的出現 其實就是要引導現實的你去找到這個地方 一旦去到那個地方 你就再也不會做相同的夢了 依照以上的規則、以上的法則 容索獨用就夢到了以下事情的發生 第一個我們要探討的就是最紅的 2011年3月大災難 夢到日期是1996年3月11日 現實發生就是日本311大地震 如同前面所言 這也是這本書爆紅的契機 皇后樂團主唱離世 大安娜皇妃離世 其他還有親人離世 與生活上遇到的瑣事也一一實現 這裡就不再贅述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購買來看 重點是還有一些尚未實現的預言 到底會不會成真呢? 1995年1月2日 他夢到了地上出現巨大的軍列 應該就是地震的象徵 夢中沒有出現發生日期 很多都解讀成是1995年1月17日發生的板神大地震 但是這不符合5年倍數或15年倍數的規則 榮書亮在2021年新版的新書則是有提到 特別說到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其實這個夢的災難 應該不是指板神大地震 而是根本就還沒發生 他的解讀是這場天災可能會在2025年到來 1995年11月26日 榮書亮夢到了自己的商禮 夢裡有出現事件的發生日期是7月15日 起初大家以為這個夢是在講他從漫畫界退休這件事情 但是在版人書則是否認的 可能在未來的某個7月15日會發生什麼事 那具體是什麼他本人也不太清楚 也不一定是榮書亮會離世 這可能是象徵的夢 他不清楚是具體夢還是象徵夢就對了 正因為如此才會有這麼多人想要收藏這本漫畫 因為他的預知夢 讀者也有解釋的空間 以上就是漫畫封面上所寫的預言 有些讀者就問了 為什麼這些預言都只有文字 沒有畫成漫畫呢? 這也是20多年來的疑問 終於榮書亮做出了解釋 主要是因為他夢到的片段都太瑣碎 沒辦法構成漫畫所需要的劇情要素 不具備任何的結構 唯獨有畫成內容 就是夢裡的海嘯 這是在1981年做的夢 在夢中有一道可怕的聲音慢慢接近 原來是巨大的海嘯 後來只聽到逃傳人們的聲音 在夢中睡著的榮書亮 於是醒了過來 看了一眼手錶 時間是停在5點 所以這邊大家要注意一下 這個海嘯是夢中夢的情節 就是李奧娜都演的那一步 恐怕是有更深層的意味 更難以解讀 榮書亮在夢中夢醒來以後 慢慢的走到了一座奇怪的天橋 天橋的前方則是有大船 顯示水已經淹到了城市裡面 夢就到這邊結束了 有網友想要找出天橋的真實地點 因為得知天橋就可以大概知道 如果預言成真發生了海嘯水會淹到哪個位置 後來果真找到了很相似的地點 那就是位於橫濱的機子車站前面的天橋 它旁邊剛好就是港口 所以海嘯淹進來的話 大船出現在這裡也不奇怪 而且旁邊港口的圖像 跟榮書亮夢中的場景極為相似 在使用神奈川線海嘯假想地圖 確實天橋位置就是淹沒地帶 所以這裡提供給大家參考 最後就要講到 榮書亮最新的預知夢 2025年大海嘯 做夢日期是2021年的7月5日 這個預知夢是有浮現具體的日期的 就是在2025年的7月 它在夢中以空中視角俯瞰地球 看到日本與菲律賓中間的海底裂開 導致巨大的海嘯 日本有四分之一被吞沒 規模甚至超越了311大地震 前面說到天橋淹沒的夢中夢 讀者都以為是在講311大地震 然而榮書亮卻在去年更新預言 認為這個怪夢是在預知2025年的巨大災難 當然再一次強調他的預知夢都有開放解讀的空間 畢竟未來是還沒發生的 因此每個人的解釋方式都不太一樣 也沒有對錯之分 老高認為可能會不會是隕石撞擊引發海嘯 馬林解則是認為這是海底火山爆發 我的想法是依照預言夢 最有可能發生的是南海海潮巨大地震 以下我們要講的就不是預言 而是日本科學家的真實預測 南海海潮的位置是在這裡 剛好位處於菲律賓海板塊 與歐亞大陸板塊的交界處 兩個板塊的推擠將會引發超級地震 日本專家相信在未來30年內 有80%的機率會出現這場世紀之災 到時將引發34米的大海嘯 等同於一棟八層樓的高度 而且只要3分鐘就會席捲而來 因為南海海潮的正央剛好就在日本列島的正下方 最壞的估計將有32萬人離世 62萬人受傷 電力、通訊、交通全面中斷 在311後雖然日本政府一直有在研議對策 但是一旦發生恐怕還是有毀滅性的影響 無論2025年災害會以什麼形式發生 或是因為某些契機、幸運沒事 容數量都特別補充說明 他預知2025年7月發生的大海嘯 之後就看見了光輝的未來 反而在災害後所有人類的狀態都是生機蓬勃的 在舊版的漫畫封面 作者沒有遮住的眼睛是流淚的 看似悲觀猶豫 然而新版的卻是充滿希望的感覺 我們可以感受到容數量在20多年後心境上改變 說到新版與舊版的比較 舊版有經過炒作 在完整版出來以後就已經沒有濃厚的收藏價值 因為完整版比炒作過後的舊版還便宜 而且額外添加更重要珍貴的夢日記記錄 重心也是放在預知夢 也加入20年後的最新預言 反之舊版關於預知夢的訊息量非常的少 如果你想自行研究容數量的夢 不要再買舊版 也不用去買你看不懂的新版日文 大塊文化的終於完整版終於在7月1號上市 至於2025年究竟會不會發生大海嘯 相信很快就知道答案了 那相信的人也請不要過度慌張、恐慌 還是依照原本的生活方式 同時密切注意災難訊息 那你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或是你也曾經夢過神奇的預知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們一起討論 最後最後引述容數量老師的話語 夢是不可思議的 有時候甚至有點恐怖 但是在感到迷惘或是煩惱的時候 若是分析夢境 有時也會傳遞出建議和訊息 你也會想把夢記錄下來嗎? 也許裡面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訊息藏在其中 記得囉 記得囉 by bwd6